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我们的小朋友介绍一个非常棒的来自于我们的德国的魔笔游戏 或者是叫百乐宝 它呢,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水上灭火小飞机 然后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套装组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货号5560 小朋友呢,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浴缸浴室里面玩 然后它还会有个吸水的一个功能 还会喷水的一个功能 然后当然了,这就是它的一个灭火的一个功能 非常的棒 有了这样的一个玩具组呢,你可以就是自己把它拼装起来,组装起来 如果你想看到关于我们这个游戏的这个玩具组套装的一个组装的视频呢 欢迎你能够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 在频道的下一期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组装的视频 可以将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把它组装起来 今天呢,这期的视频呢,先是关于我们这个玩具组的一个开箱 嗯,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玩具组当中呢,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玩具 它呢,是适合于我们四岁到十岁的一个小朋友 当然了,如果是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喜欢我们这种模笔游戏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在家去玩这种模笔游戏 也是非常棒的 如果你喜欢这种收集 喜欢拼接 喜欢类似于我们的乐高的游戏的话呢 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或者是一个推荐 在我们这个玩具组的除了小飞机之外呢 它还会附赠你两个这个装饰物 一个是这种树枝还有火堆 下面呢,就可以通过它这个小的一个吸管 去跟它把水给它吸上来 就像这样 然后吸了水之后呢 就有这个灭火的一个功能 非常非常酷的 所以我们下期的组装或者是展示的一个视频呢 喜欢的小朋友呢,一定不要错过 我们把它打开来 开一个箱 好了,首先可以看到它就是我们的一个说明书 以及给我们的小飞机的一个贴纸 还有这边呢,可以看到它是仪表盘 我们飞机的一些仪表 还有它的窗户 还有我们飞机的一个 飞机的一个这个飞机号 号码,它的编号 我们的飞行员 非常炫酷,非常酷的一个飞行员 还有我们的小火苗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火苗 哦,好烫好烫 然后这边呢,是有好几块 非常小的一个小火苗 然后这个呢,应该是我们飞机的一个螺旋桨 啊 再次我们的火苗 我们的热机 支持,不广传承的 我们的火苗 我们喜欢一承撼的 不是很美 我们的小火苗 不敌那 我们的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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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热 我们的火苗 很热 我们的火苗 我们的火苗 那就是火苗 自己能有水 云 我们的火苗 这边 就是这个火苗 我们的火苗 我们的飞机在哪里呢 我们来找找 嗯 找不着了 在这里 这边呢 就是它的一个这种挤水的一个功能 可以从这边呢 把我们的水呢 给它灌到我们的飞机的储水箱当中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一按它的这个按钮 它就会从上面呢 把它喷水下来 非常非常的棒 是一个黄色的这种小飞机 上面呢 你会给它装上它的一个露天的一个天窗 在周围呢 也是需要我们的小飞呢 给它装上它的一个玻璃 挡风玻璃窗子 当然我们还少不了这边的一个螺旋桨 还有它的机翼 机翼呢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上面 给它组装起来 对的 没错 在里面呢 也可以把它用贴纸 给它贴上它的一个仪表盘 嗯 这就是我们的非常棒 非常炫酷的 带有它的一个集水功能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组装好了之后呢 在你的浴室浴缸里面 玩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德国的摩比游戏的这个灭火的一个小飞机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知道那么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 或者是想看到更多视频的话呢 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屏幕的下方呢 非常欢迎能够对下你宝贵的留言 还有你们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的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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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